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绿色 葱月绿 甚至再深一点 而你这个呢 发一点油性 有污的那个感觉 另外呢 不是和田玉 而是什么呢 麒莲玉 过去唐诗里有一句话嘛 葡萄北酒夜光碑 那个夜光碑啊 就是什么呀 用麒莲玉做的 这个东西呢 到现在一直在生产的 年头呢 这件东西并不太长 估计呢有几十年 才几十年啊 几十年 不是那个老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可以收藏 但是上不了珍宝台 我偷偷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他心情很不好 点上啊 挂了出来的笑容啊 有点失望了 是吗 但我看他身上 今天带来的东西挺多的 那还有一个和田玉 我看看你手上那个 这是一般的福祖 拿去让这边看一看 这个腰里面还憋着什么 哇老大 你带了多少啊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是我父亲传下来的 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啊 你怎么不把它拿出来啊 没在意 因为我父亲传下来 我一直戴在手上 是吧 我觉得是一种一般的脚内 它不是一般的脚 它是犀牛脚 它是犀牛脚 克制或者说呢 原磨出来的 犀牛脚的佛珠 这个东西呢 是比较贵的 现在市场上呢 是禁止买卖的 所以现在呢 市场上是见不到的 这种东西呢 应该说 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 就从犀牛脚这个角度来说 它就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而且呢 它上面啊 有一层啊 包姜 它至少也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了 真的呀 对 所以这件东西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一件老东西 不过 它不是中国的 中国的呢 就是一个绳结 然后那个地方呢 往往是一个 宝葫芦 小葫芦 而你这个 是两颗珠子 带两条绒绒绒绒绒绒上面啊 还带着绒头 这是比较典型的 日本佛珠的风格 所以这件东西啊 我认为 应该是 日本的佛教寺院里面 高层主持 或者是大德一类的佛教人物 来使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它是比较珍贵的 这样的话 你这个碗呢 肯定是没戏 这件东西 反而可以登上 第一个珍宝台 谢谢大家 恭喜香肠品放在一号珍宝台 这也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本来是拿了一支浴碗来鉴定了 结果 这就叫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荫 柳成荫 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现在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啊 这个是不能交流的 这是有国际法的 就是 平临灭绝动物的保护法 是不许买卖的 有买卖就会有杀戮 所以呢 我只能建议您 继续收藏 来研究它 我不估价 我一估价 就等于支持了贸易了 是不是要支持了买卖 因此这个东西不估价 但是它有价值 好吧 谢谢 第一个珍宝台 是由广东藏友带来的 清末民初 日本西角柏猪 藏武市场部下 就像刚才老师所提到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 保护野生动物 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各位大家好 官家好 以及主持人好 您带来又是盒子 又是瓶瓶挂挂的 这是我给各位专家准备的 青海特色的老酸奶 我想送给各位专家 我自己在家做的 我爱人在青海工作 我跟他就在青海居住了 带来的是什么宝贝啊 我带来的是青铜器 它收藏的代沟 这些是咱们河南的 还是从青海带回来的 在青海那收藏的 他做这个也有十多年了 他知道你这次来吗 他知道呀 他自己以后回娘家了 我偷偷的带着点就回来了 看看他怎么样是不是 对 趁他不注意再给偷偷卖两件 还卖呀 我得存点私房钱呀 小心 这个念头不敢有 我们让专家来看一看 好的 您知道这个叫代沟 代沟干嘛使的 我听他说就是像 现在我们的扣子 或者皮带扣之类的东西 在衣服上了 回答正确 这就是现在的那皮带扣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从西周开始出现了 后来流行的就更多了 能够带这种好代沟的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都是有一定的官位的 或者有一定权势的 人家皇帝他带的就是金的 还有白玉的 整个那个和田玉的 您带来这些代沟呢 从这个形状看 基本上都是战国以后 到汉这一段的 错银的这个代沟呢 本身的这个个头也算比较大 只不过呢 就这个这个龙头好像是断了 重新配的 一般来讲这种龙头都是后配的 还有呢这个 从这个银上看呢 有的是后天的 这个代沟也比较有特色 那带环的 各种各 这些个代沟呢 总的来讲呢 还都是不错的 我最喜欢有一个那小的 像个那个小蛇那个 这点东西我也挺喜欢看的 在青铜器里边 独立的蛇很少 基本都是以文士为主 比较少 今天呢能见到你这个 双蛇的一个代沟 而且呢是汉代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专家 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陈峰姐姐你好 你好 我叫李林浩 已经是华语之门的老朋友了 这个李林浩呢 华语之门最早做收藏节目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他其实对收藏 萌萌懂懂懂的 但是呢却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后来呢也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 零零碎碎的收藏 对 小藏品 直到现在呢你告诉大家 你现在的收藏 我的藏品在北京拍卖会上 基本上每件都能够拍出去 说明藏的都是真品 对 我也要感谢华语之门 给我这个知识上的进步 然后我这个收藏道路上 已经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但我看你这次啊 有一些大的变化了 这件藏品 其实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怎么讲 我是原来买一件瓷器 我花了一万块钱买的 后来发现只值三千块钱 我就特别难受 那天是去朋友家里面 看他的这个旅游的照片 突然在一张那个他们家的 全家合影的老照片上 发现背后墙上挂了一幅画 我当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陆眼哨的书画 你太有观察力了 对啊 我同学说 你开玩笑吧 这张老照片这么昏 我说你不懂 我说陆眼哨的勾云 哪怕这么多年了 这么昏的照片 它照样能飘出来那种艺术品的气息 但是你毕竟是在照片上看到的呀 对 我跟着我同学就回到他老家 然后就当时一看到这件作品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买回来 花了两万块钱买到这件藏品 两万块钱 怎么会买得到陆眼哨的真迹啊 对啊 然后就是 我自己花了两万块钱买到这件藏品 然后我又花了两千块钱的小费 因为当时是他们家里边 他老爷收藏的这件作品 我妈当时特别反对我 我妈说你那件藏品还没回本了 然后你又买一件 所以说我就特别纠结 然后我今天就来到怀疑之门 然后我就想一定要胜利 一定要胜利 但是也可能你就在这个地方跌倒了 听我说说 为什么买一万块钱的瓷器 只值五千块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件瓷器 它的发射应该是康熙的 结果是一件光绪式机房康熙的 康熙和光绪啊 一个是相当于头 一个相当于尾 跨度这么大 应该是你学习鉴定的话 应该是对这个东西有很了难的一种理解的 我当时可能也是有这个欲望 浴火攻心 就迷惑了自己的双眼 所以说有点急于求伤 赶快把它弄过来 我想呢 你现在这个浴火更攻心 看到照片上那幅画 马上就去了 你想想看 你这个浴火还不强吗 以前我们上过很多的陆延绍先生的画 我说啊 他是跟一个香港的大画家 彭希明先生 两个人游三峡的时候 在江中走小船 见波浪 就觉得银飞水飞 都在飞动 如此改变了他的山水画风 对 那至少你说的这幅画 跟他也挨不上边了 那你说你还懂什么呢 古代书画吧 古代书画 四王是谁啊 王石敏 王元祺 王辉 王剑 这个你怎么到都清楚啊 还有吴运两个人是谁啊 四王运吴嘛 对 清六家 还有吴利和运南田 哦 运寿平也叫 那明朝的你知道吗 明 明代最有名的就是明四家 那你说说 沈舟 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书法和他的画风是保持一致的 能感觉到他的气息 他的笔墨是在流动的 但是你听我说啊 我觉得他这个画啊 可以说是笔墨翻飞 不管他的中锋用笔也好 侧锋用笔也好 那种一笔就勾出来很多的内容 用的却都是非白 那么你说他的书法呢 写的是李清照的两句词中的语言 这张画他又打了六个印章 这六个印章很说明问题 说明他非常喜欢这幅画 他才会盈盖很多印章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他就觉得这幅画的右下角应该压得住 就把这幅画面充实了 画的画中啊很有情趣 你别看那红眉 它所表现的呢是精明欲腻 石头呢表现的是一种委婉又坚硬 而且呢又立起来的那种翘靶感 对 这幅画就像 我在受到任何困难打压之下 始终坚持收藏的道路的一样 就像这只梅花冲破这个石头 然后往上绽放 听你的这番励志 那就说既学习文化 也要学习鉴定 是 好 我觉得回答的挺好 这张画也确实很好 我祝贺你登上第二个珍宝台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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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将长品放在二号珍宝台 好 好好吃 陆言少的话 这几年价格是很坚挺的 目前呢 它的山水画 就是它最具代表性的艺术 均价是每平方匙35万左右 那么梅石头一般是它山水画作品的三分之一 稍多一点 那么你猜猜看 这幅画什么家 这一幅画应该有30万 有没有 估价是28万左右 哇 我祝福下一次 然后再更好的藏品 再来我们的华人 第二个珍宝台 是由陕西藏友带来的 陆言少 梅石头 市场估价28万元 好 大家老师们好 那个你拿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盒冰器 冰器啊 好多呀 这冰器多少年的收藏 这冰器我不是收藏的 是别人奉给我的 奉给你的 我在8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 老师姐啊 我去到这个西安去打工 就跟他干了四年了 有一天呢 我给藏住了一个人 他到我那去了 他说老乡啊 今天你得帮个忙 我要帮什么忙 他说你看你大娘有病了 等着去入院 他说你给我准备一万块钱 我给他抽给我一万块钱 他当时睡了呢 就是三天到一星期贵还给我 他弄了三个月了 我也没问他 他老婆病好了嘛 他咋都给我抖去了 他们这里都给你奉了是礼物 讲了以后再有钱了呢 还有钱给你 等于四年嘛 弄了一万块钱嘛 都给他了嘛 有四年一万块钱都给了他 然后他不还你 还了有一年多了 那我成为老徒师了 那我这一万块钱都泡汤了 结果这83年一直到现在 这当时一万块钱转化成这个 对对对 当时一万块钱买房子行了吧 那时间油泡面 喜欢的油泡面就是五毛钱一万 现在都是七块五一万 您真的借给人家那么多钱啊 一是他救命 第二又是老乡 第三又是给你说几年来嘛 要互相相信 现在让专家来鉴定鉴定 老先生是借完钱人家抵账 抵给您的是吧 反正非得是给我了还给我钱 后来给不成了 这里的呢大部分是以兵器为主 就这个葛来讲呢 你看有这种植内葛 植内葛是比较早的 按他这个造型风格 还有这个袖色来讲 这应该是商代的 而且呢这个本身的品位 也是比较高的 他一般来讲 一个是战争时使用 再一个就作为礼器 礼仪的一种摆设 像这种呢 取内葛呢 取内葛基本上是以战国为主的 您这几把都是战国为主的 本身呢袖色有点过重 就是像这个有的有害袖了 带有害袖了以后呢 它就是不好保存了 另外呢这个是车上那个轮子的外边 那个轮上面那个霞位 这是霞和一个位 搁在一起就是车轮的那个轮头 头上的用的东西啊 这当然这是只是个零件了 那个东西缺了 另外呢这是一个小枪头 这个是战国的 这是个月 也是个兵器 这是个奔 有类似像斧似的就奔 实际呢这是工具 这是马上的马具 就这几件东西来讲呢 都是真的 第二年代呢不太一样 最早的是商的 最晚的战国 像这个呢春秋 还有呢就是它这本身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所以说没有说碎了几个几半 接下来的这没有 就是收的这个人也是比较有心的 就是档次呢不是特别的高 也是在当时来讲 可是可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 就是价钱也便宜 我不想多多钱 我只想只要是整东西都可以了 整东西没问题 具体的价格 请听后边的专家 老专家你是个好人啊 雪中送炭 很大好人 但是我相信呢好人终有好报 咱先说说你这几把蛤 和有两件很农具啊 其中价值最高的就是那把商蛤 经过合议给你估价一万 那把月牙型的月呢 估价呢是五千左右 然后呢整体给你一个综合 平均价格那是三万元左右 谢谢 谢谢 先生好 孙嘉老师好 我看你这么悠闲的 拱着手就上来了 在脖子里呢 这个是要鉴定吗 对 这要鉴定这个配饰的哪一部分呢 这块玉 这个是一个朋友送的 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 因为我本身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收藏这个 然后我就想过来让老师看看 让专家先看一下 好 朋友送给你的时候已经是穿好的 是这样子 不不 我是专门跑到台湾去穿了这个链子 看来你非常重视朋友送的这件礼物 对我非常喜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链子 这条链子人民币三千块钱 是吗工费呀 对就工费 哦 姑娘提醒你 如果是因为男士送的这个呢 显然这个东西啊 是有他的送你的目的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鱼啊 不是一般的鱼了 就是说他的年头啊 是很老的 而且是一个高谷鱼 我们初步判定他的年代呢 应该是春秋时期 不会吧 战国前的那样一个阶段 就是指这一块啊 这个我们给他命名为什么呢 叫做玉佩氏 不包括这些金珠啊 这些玛瑙 这个玛瑙也是老的 这个东西就非常有年头 到了春秋时期 而那个时期啊 玉器在社会上 包括玉佩氏 是非常有影响的 所以当时啊 流行那样的话就是什么呢 君子比德于玉 就是君子啊 他那个道德啊 是要用玉来比较的 来用玉来衡量的 君子是什么人 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贵族 就是一般人 你是不能够啊 佩戴玉或者呢 拥有玉的 所以有玉的人呢 都是君子 都是当时的 有身份的一些贵族 所以这件东西呢 它的那个意味啊 是比较古老的 而且呢 是当时社会等级啊 物化的一种形式 包括它上面的文饰 有一些卷云文 还有一些呢 编刻 这些东西啊 都不是用普通的 那个刀具刻的 也是当时的一种啊 这个卓玉的公寓 而且当时卓玉呢 应该说比现在难度要大 所以仔细用放大镜 看它那个 啄出来的 那个玉的课文 就会发现 它是多条课文 重复在一起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是得来不易 你应该珍惜它 是吗 所以这件东西 可以放在 第三个珍宝台那里 哇 恭喜 将糖品放在三号珍宝台 监听的杨老师怎么讲 这个玉配式呢 呃 当年 应该是成组成对的 现在呢 遗存下增一个零件了 那么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食杀 就是把零散的碎玉件 或者玉花片 或者蚕玉 进行了重新的香造 我们叫的管子叫金包玉 金香玉 既有古代的秀美 又有现代的华丽 可以说是株莲壁合 是一种弘扬文化 保护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做法 呃 根据这一块玉配式 它的质地和它的一个现状 我们给它一个估价是八万块 哇 第三个珍宝台 是由海南藏友带来的 春秋玉配式 市场估价八万元 掌声有请下一位 观众朋友们好 专家好 组织人好 我害怕摔掉了 我直接给徐老师拿上去了 非常漂亮的一件藏品 这个瓶子是您的吗 这个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 要出国的时候 继续用钱 我爸爸资助的五万块钱 我爸爸给他买了 我父亲呢 在95年的时候 心脏病发了 然后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一只东西就扔那儿 没人管 后来我妈妈翻出来了 就扔那儿了 也不值钱 后来我不是偶尔也喜欢这 我拿来给几个朋友看的 但是呢 觉得朋友都说这有点假 朋友 你说不值钱是因为你也觉得不好 朋友也觉得不好 对 假在哪呢 他们觉得颜色有点白 嗯 这个颜色不好看 想生吧 可惜 但是呢 也是一个纪念意义吧 所以一直放下来 也给你朋友看过 你朋友都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 啊 那你现在还认为这个东西呢 但是我现在感觉了各占百分之五十吧 我感觉这个颜色不好其他的还可以 就是我看这个华谊之门 我感觉有来介绍那些东西 那个我对比这个清料我觉得还有点像 像什么时候 啊 就像时间不会太长吧 这个民国时候 但是我看了一下 整体的看下了啊 你说的这个民国啊 肯定不对 那你说 我心里更难受了 你好好给我看看咱俩 四十岁的人 我跟六十岁的心脏啊 你别吓着我了 会说 更让我心里难受 不是啊 我说你这个看民国啊 肯定不对 我没说这个东西肯定不对 真的 这个东西啊 年份肯定不止到民国 这种细情啊 叫赏瓶 只有清代 雍正开始啊 才有这种造型的 现在也还在做 当你拿上这个东西来 我当时看了以后啊 我就感觉 眼睛一亮 每个人啊 即使看到好的东西啊 都眼睛一亮 你刚刚说 这个鱼啊 太白了是吧 正是因为这种特别的白 说明这件东西啊 也是真的 为啥呢 现在仿的东西啊 大多数是亮青油 而这种 不是亮青油 叫高白鱼 它的白度特别白 看上去苍白的那种感觉 一个青花呢 就显得非常蓝 蓝和白 它这个对比度一强力的话 非常的艳丽 高白鱼啊 特别是在康熙 乾隆 光绪三个时代 比较流行 康熙我们去掉了 因为这种造型 只有雍正还是有 光绪的鱼啊 鱼跟这个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什么时候 乾隆 而且这个造型啊 特别美 它还有一个 这个纹 蚕枝花卉 那个叶子啊 像个大头叶一样 这只有在乾隆和嘉青啊 流行 我们把这个赏瓶啊 就是定的宽泛一点 叫青珠熙 为啥呢 它底下 没有那个款 赏瓶呢 有很多是官窑的 底下有大青乾隆 或者是大青道光 大青光绪 那个都是官窑的赏瓶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是民窑的 民窑的赏瓶 一定是在民窑当中 属于精品的东西 真的 真的吗 这件 这件真品的 清中期的赏瓶啊 已经非常难得了 你看它这个型啊 烧得又好 发色又好 各方面的胎幼啊 显得非常滋润 所以现在你就 考虑到这个东西的 宝贵新的吗 这 这许老师一说我的 觉得越来越好看呢 真的 在家里也没有 这么好看 我觉得 这件东西啊 这个分量啊 足够登上我们 第四个增宝台了 恭喜你 谢谢 谢谢老师 恭喜 将赏瓶放在四号 珍宝台 接下来我们请杨老师 为他做一个估价 这支赏瓶呢 在我们行里讲呢 也叫高白柚 也叫姜白柚 在我们有经验人的看来 是最开门的 大开门的东西 是不是 徐老师 没错 现在这种姜白柚的东西 或者高白柚的东西啊 基本上访不出来 为什么啊 它这个油料啊 就是烧是成功啊 成功率非常低 那么这支赏瓶呢 也有点缺点 底下精柚了 但是精柚并不是炸底 精柚是柚的一种裂 但是也要考虑它的 一个减价因素 那么我们综合这几点呢 给它一个评估价 是15万 谢谢 第四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青中籍青花蝉枝花卉赏瓶 这两口子一起来健保了 对 从哪里来 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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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来的是什么宝 是一件 家庭皇帝 石化仙人 也属于皇帝玉玺 玉玺 玺玺 玺玺 是在皇帝玉玺 玺玺 就是在皇帝 玺玺玺玺玺 家庭或者什么事件事 尤其是歇时作画的时候 一种俗话用的 可这皇帝用的 没在故宫里 怎么到您手里了 这是我们家乡一个老先生 他在八十年代 在毕竟呢 毕竟买回来的 买回来三十年 现在老先生年龄大了 这东西专让给我 那得多少钱呢 二十万块钱 二十万 人民币 对 这个能打开吗 怎么用 这是一套玉玺 这是一个皇帝玻玺 下面这里面 赶紧一套皇帝玻玺 一套现场 一套奇迷 还有一套章 大大小小的都有 大大小小的 那书是什么 书是去年 中国玉是拍卖记录 回家翻到以后 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 给我这类通 这个是千龙皇帝的玉玺 这当时拍了多少钱呢 拍卖了一千一百五十万 哇 不管你敢不敢碰 我是不敢碰 我不知道你很支持他这个吧 我不支持 我一直都不支持 为什么 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辣妹 我们是货车吧 他不敢碰 我知道我给车卖了 补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我差一点 把车卖了 差一点怎么了 我差一点跳楼 不会吧 因为全部家当都搭到在这上面呢 因为车就是咱们家命根子 哎呦 但是你这太草率了 说说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激动 我先说说我得心里化 我也特别激动 我觉得不管怎么地都不应该 因为我热爱手上 这个东西在我看到的第一次去 我非常吸引我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吸引于谁 这个东西我感觉到非常漂亮 我说这就是一个荒芽用品 我联系好几次的到老先生家里去交谈 到后来他专业给我了 好不容易才能到你的手里 对啊 我联系五年来 就像华语姊妹海鲜现场 但是每次都被淘汰 今天不管唱平时跟谁家 我能来到这个舞台 感觉上都是手快的成功 来让专家看一看好不好 好好好 我想先问问他害他 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 我认为是家的 但问题我特别害怕 他如果是假的 你不会再去 有什么想不开吧 如果是再 如果是假的 他就说再也不买了 当时你花20万买的时候 你心里头根据什么要买它 因为我这昨年 国外号收散 我来华语姊妹来的次数 有很多次很多次 从前我投机都是合画社 合画相片 但是来到这里 相片都不行 全军父母 全军父母 我说我不能老在 老在实话领域里 就不出去 我说既然实话不行 我就投资 其他方面的手下 通过这几年 我读实 我说这个东西 包括拍卖公司的 各方面技术 我查一下 皇家印章都拍卖了 很高价钱 这个 这件商品呢 所公非常幸运 越是有很好的保险 我就把它买点 我要先反映一个情况 方老师 因为他排选的时候 来过好多次 拿来的书画 我要证明一下 全是假的 所以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情况 确实像这种造型呢 清代的皇帝玉玺啊 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就保存着 而且呢 应该说 也有观赏到的机会 但是 就是说呢 这种啊 印章 一看上去 就有一些啊 特出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 你看 这上面印文 你这个是嘉庆 这个印文呢 刻的是比较深的 而且呢 是手工啊 着玉 着出来的 另外呢 像这种预测 我也啊 见过 但不是你这个造型的 是呢 条板状的 就是说呢 比较细长 而这样呢 我们一般的管它叫玉板 所以这些东西呢 确实在历史上啊 是有过啊 相当显赫地位的 那您觉得故宫里面有 又能派出一千多万 您这个能值多少钱 专家看吧 印章不在高低啊 我问一下 你对这些东西啊 你现在做出一个肯定的判断 真还是假 真的 完全是真的 对 你刚非常肯定 他不肯定 他不肯定 不会把车卖了二十万去买它 真的肯定 你刚才好像还拿着一本书 对 类似的书 我坦率地讲 你不要相信 那拍摄的技术 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官方 查到的那个 是否可信 这是一 第二个 你这个不是那个 还不一定 那我以为造型啊 相似的东西 就一定是真东西 这个东西 坦率地讲 连玉材都不是 这个印章 根本就跟我们说的玉啊 是扭枝千里 不要说什么和田玉 就是一般的这个玉种 它都不是 这个这个箱子做的呀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说呢 这个盒子就带有很大的逆造性 而且呢 预测呢 不会和这个玉印呢 皇帝之印 又和什么这些啊 小印章弄在一起的 这是作为者呀 不知道怎么异响千开的 做出的东西 纪念 在浙江 康州市 诸包议室检定工程 监验的 和田玉百建 第一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不叫百建 它这个名称就写错了 这叫玉策 这叫玉印 接着再看人下边啊 还有一句话的 定名不具产地含义 也就是说 你认为那个和田 可以跟他毫无关系 这个根本不是说 鉴定和田玉的标准 从名称到鉴定的这个 人那个意见书 说的都比较明白 名称都搞错了 那个东西是白假不是白假 咱主要我主要鉴定 这是鉴定书啊 连名字都写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查不查到不具备意义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这种鉴定 可以任意写的鉴定 你觉得有权威性吗 你二位转过身来 除了是鉴定专家专业以外 我还是心理医生 咱们进行心理疏导 好不好 好 应该说您这次是一个失败的收藏 我非常同情你的太太 希望你尊重她的感受 慎重的思考以后要不要玩 怎么玩 你的问题出在两点上 一个你太亲笔了 你没有看到她难度 我给你打个比方 好像收藏成功啊 就是到光明的彼岸 一群人求水度岸 我告诉你 一百个人 有九十个人都 九十九个都淹死了 那么在河上飘上来一下的 就算不错了 你第一个问题出在这儿了 第二个你太爱听故事了 有一个有成就长家跟我讲 她是我的收藏历程啊 就是听故事长大的 我的成熟就是分辨真伪的故事 她听故事 许多的经验 不听劝告 明白吧 他买了假话 我说他多少次 我也不料再买了 你听不说吧 你是听故事不听劝告 所以呢就出现了现在的结果 我也就是说非常诚跟您说 不进行深刻的总结 总结经验您就就此打住 别玩了 好不好啊 对 我是一片肺腑之言 谢谢杨老师 好不好 这样下去家庭也都会玩了 人才两宫都有可能的 好不好 你今天来的我就是对的 首先我们想一定要说出两点 就是第一呢 这个鉴定结果啊 不是说某一个人的鉴定结论 而是华语之门专家团成员 共同的鉴定结果 第二呢我认为你的太太 对这件事情的结果 早已经也有考虑 我对这女士说两句 你回去以后 一定不要瞒为她 知道不要难为她 不要埋怨她 她不会的 我能看得出来 好不好 谢谢杨老师 接下来怎么做 她两个人商量就来了 没啥 关键就在您了 各位观众好 品味老师好 我打开我的宝贝之前 陈坤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希望你能答应 什么要求 我受宝贝的主人 也就是我大哥的委托 他对咱们节目非常喜爱 以及对您个人非常喜爱 我认为大家没必要 这么过度的过程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还有她希望 拥抱一下是吧 其实这个她很想亲自来 但是有碍于我嫂子 您懂的 那我们就深情地拥抱一下 好吧 谢谢 谢谢 您先打开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是两枚印章 印章 道经师的两枚印章 这个呢 这个是北极驱邪院的一个印章 其实我哥呢 他的工作关系呢 都是和 都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西藏啊 青海啊 很艰苦 他平时非常喜欢收藏 经常买一些 我嫂子的话就是破铜烂铁 嗯 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 我非常支持我大哥 哦 我觉得咱们持宝人太不容易了 上节目忐忑不安 你看咱们这位 来 给个特写 像姊妹吗 上面不是上面写的啥 北极虚邪 什么印 怨印 虚邪怨印 道经师 道经师 保印 别说你背不下来 我也背不下来 这个有点鸟嘴 其实我口才很好的 但是我还是记不住 我跟你是一样的 嗯 真不容易啊 给他们点鼓励吧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让同家好好听好 好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 知道吗 好像是听我大哥说是已经五代 五代是什么时候 前后的朝代是什么 前面是唐 对唐宋元明清 唐五代 北宋 嗯 但是说五代 说的有一点呢 呃 不是很稳定 嗯 就是什么呢 当中啊 有一方印 它应该是北宋的 因为它整个印章的造型啊 是北宋的风格 但是印纹这一面啊 它所用的那个方法啊 确实是唐代就有了 用很多铜片 窝出来的那个字形 在这个印章的印面上啊 形成一个字腔很深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具有唐和五代的风格 如果是唐代的印牛啊 要矮一些 另外形状上呢 要比较圆一点 它这个呢 还是北宋的 也就是说 北极驱邪院这个印呢 在这个道教印当中啊 是比较多件的 但是北宋时期的印章 非常好 非常的少 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一件啊 道教的法印 谢谢老师 同样这个 这个是 道经师宝 它这三个字 就是前面三个字 是所谓的道家三宝 道 就是指什么 它传授的那个 道家道教的那个理论 经呢 就是经级 师呢 就是老师 这个呢 它是元代的 它的造型呢 这个有台 像台阶一样 斜坡上来接着有台 这是一台 还有三台的 这是印章呢 在元代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风格 只是啊 上面这个那个纽啊 似乎呢 有些啊 不是那么完整 但是 仍旧是比较少 所以它呢 和这枚印章 可以放在第五个珍宝台上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 可以将成品放在五号宣宝台 这两张印呢 从印面的品项来看呢 都是算是上乘的 道家印章 但是 从整体的品项上来看呢 那一枚元代的呢 这个稍微差一些 那么专家团呢 经过合议 最终给出 你这两枚道家印章 人民币十万元 谢谢 谢谢老师 市场参考价 第五个珍宝台 是由山东藏友带来的 宋元时期 北极驱协院同意 道经诗宝同意 市场付价十万元 好 老师们好 三娘老师好 这场比较什么 我听朋友说 这叫花菇 花菇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朋友的 这个就是我朋友 买这个东西有七八年了 七八年一直也没找人看过 看过就是对这个东西来 有点质疑 就是看着很悬亮 悬亮没笑 就是怀疑就是 其他菜就是做了 一直带着这个衣纹 然后过来 让专家看一下 他当时花了多少钱得到的 四多万吧 好 十几万 好 让专家看一下 好 你这个朋友本身也是有疑虑 是吧 说这个东西上没有秀 是不是 对 你老远拿过来 我一眼感觉 第一感觉是一眼假 您都看一眼假了 坏了 但是呢 这两件东西在我们海选的时候 经过专家仔细地辨别 它是真的 谢谢老师 这一座花菇 从它这个造型 还有它这个文饰 这个样式来讲 应该是商代的 无疑 商代的 这个花菇这种东西呢 从商代才开始有 这个菇啊 和那个尊是一起使用的 配套的 就您这个 带来的这两件菇呢 本身呢 这个文饰非常的清晰 也漂亮 还有一个呢 一般的菇呢 有些简单的菇呢 只有中间这块 有纹饰 上下没有 你像你这上面带交叶纹的 这种菇就属于比较好一点了 但是呢 你这个文饰呢 并不是商晚期所追求的那种 三层弓的那种 那是更好的 只不过你这个呢 文饰是比较繁复 而且比较满 力度也非常的漂亮 就是呢 是平面一层弓的 再有一个呢 也有多少 有一点毛病 在行话里 就是说洗过澡了 就是去过秀 也有的说法是扒过皮了 所以才出来这种非常漂亮的 这种绿漆骨的这种地子 它扒皮的时候呢 多少对这个 虹气本身的这个地子 有一定的伤害 你像我们这里 可以看见有的口芽的部分啊 局部经过修复 有些地方磕了碰了 都用树枝给补起来 所以我们看着呢 一点毛病没有 再一个一般看这类东西 我们看里面 一个是铸造的痕迹 一个是本身它出来的那种 这个十字孔 外边窄 里边宽的 基本上就做不了解 所以说这两件东西呢 在这个花菇里边 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 属于是中上等的 也得到这两个花菇 也非常不易 恭喜您登上下一个珍宝台 谢谢老师 恭喜将商品放在6号珍宝台 商代晚期呢 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最顶盛时期 酒菇呢 最好的极品呢 是三层工的 如果坑口好 皮壳好 最好的精品 其价格 会超过200万 你这一对呢 它是单层工的 皮壳品相呢 少差 你心理价位 你能看到多少 来说朋友说 这个东西能值20万 我们经过认真合业 你这对酒菇 最终给出的市场参考价是 人民币 70万元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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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商代晚期青铜花菇 市场估价70万元 珍宝台的主人都能够获得 华语主门的珍宝奖证书 上面会有各类像专家的 亲笔签名 马上将会产生大奖了 4号 青中期青花禅之花会上评 恭喜了